近来流行疾病盛行 不管是A型流感或是武汉肺炎 都造成民众的恐慌 为了让民众来到图书馆能够更安全 普里正立图书馆也开始实施 尽管佩戴口罩测量体温 以及酒精消毒的工作 图书馆也有准备图书消毒机 也欢迎民众使用 那其实图书馆这边非常的重视 进到图书馆内的一些人员的相关的安全 那所以呢我们在图书馆的大门一进口 我们就有准备了酒精消毒 还有额温枪来量额温 那最主要是说在馆内在寒假期间里面 我们是希望家长能够尽量把书借回家 那把这些好书带回家的时候 我们在图书馆也有准备了一台的图书消毒除菌机 那也非常欢迎家长能多多利用 那把这些书做消毒 然后把好书带回家 现议员陈宇军表示 目前不仅是要防范武汉肺炎 对于A型流感也是更要防范 除了肯定图书馆的用心之外 也呼吁民众能够多使用图书馆的书籍消毒机 让借阅回家阅读的书籍 也能够让小朋友读得更安心 那现在除了我们大家知道的这个武汉肺炎之外 其实A流从过年到现在 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 而死亡的人数也已经到达54位 所以大家绝对不可以小看 这个A型流感的这个威力 所以在这里提醒父母亲 我们进出公共场所 尽可能让孩子们就是要佩戴口罩 回到家一定要马上洗手 那目前到图书馆来借书呢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利用这个除菌机 让每一本要带回家 给孩子阅读的书籍都能够经过消毒 那这样子可以确保孩子的身体健康 副医长潘一泉肯定图书馆的用心 也呼吁民众能够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注入公共场所 也请佩戴口罩 保护你我的健康 记者陈伟一 普理采访报道